新北市三支区新华驿站是营区火化的景点 最近第二层空间农业及艺术教育中心接牌开幕 而适逢春节假期首先登场的展览是艺游池光农艺展 集合了三支区四大青农以及三大艺术家 打造农村艺文跨界结合展览 民众春节廉假不妨到三支走春感受农村特色 三支区新华驿站的第二层空间 农业及艺术教育中心接牌开幕 迎接春节假期首先登场的事艺游池光农艺展 集合三支区四大青农以及三大艺术家 打造农村艺文跨界结合的展览 春节廉假期间走春三支 感受农产与艺文碰撞出的无限美丽 希望在三支不只再有这种场域 让我们的艺术家跟我们农艺家可以展出 让民众可以参与 甚至还可以教学DIY 应该都要有我们艺术跟农业艺术的 让民众可以惊喜的地方 让这边变成一个美丽的城市 新华驿站位于阳明山巴拉卡公路的起点 是军营活化打造成的新兴景点 阶梯式的三层空间 第一层为特色咖啡馆 第二层的空间将要集合三支的特色优势 农业以及艺文作为农业及艺术教育中心 而未来将有优质的青农农产展售 艺术家的艺文展览或是文化体验的课程举办 成为三支重要的活动与交流空间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让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多半这样的活动 真的是对我们的小朋友 对我们的乡亲都是非常有益的 那今天也是来见证我们这样一个 农业及艺术的一个创作中心的一个落成 那我们也希望公所这边继续积极的来 规划推动各项这方面的活动 首期展览亦由时光农艺展 从即日起到2月14日为止 集合艺术家许俊祥 吴仲中 杨树森 以及在地的青农陈运文 黄信辉 郑志伟与杨志青 联合展出艺术品以及农特产 开幕第一天就有艺文的作品 获得民众支持来购买 而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三支区公所也欢迎民众走访三支 从海线玩进山线 度过充满艺术与人文的优先深海时光 继续品汉三支采访报导